法庭昨天虽然拒絕了長江中心就李卓人和罷工工人 等於大廈外圍集會的臨時禁制令申請 不過今天長江中心將禁制範圍收集在長江中心大樓裏 再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並獲法庭批出臨時禁制令 期限下星期五正式開審 即是他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們一路和平示威 他們根本是想阻止我們的示威 我覺得臨時禁制令完全是幫有錢人服務 他這麼快花這麼多錢去做兩張臨時禁制令 現在是第三張 我覺得其實他根本是以本傷人 我覺得對方太過神經緊張 老實說我們禮拜二上去的那些人都很和平 是不是 即個個都是想著是和平示威 也都沒有想過要去做些什麼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申請這樣的禁制令 是不是禁制令惡一些呢 即是搞到我們那個位置就是 即將我們的對抗矛盾面去到我們和法庭和司法制度 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你剛剛是這個所謂資本家 是完全是不理我們工人那個身死 人權監察來屋契表示 法庭在近幾次考慮批出臨時禁制令的時候 已經有不少的進步 但仍然是以私有產權的角度去考慮 這些處理的時候 往往是對一些原則 可能是 譬如尤其是這個人權 譬如這個集會表達的自由 一個勞工維護自己權益的那個自由 工會結社的那些自由 就在傳統的這類禁制令的處理之下 是放得比較低 相反在這個裏面就放得比較高的就是產權 所以往往僱主 譬如現在我們看到的長實 這些類的和王這些的財團 他們是可以透過一些訴訟 去處理一些這類勞工的爭議 尤其是拿臨時禁制令 去處理這些尤其是他們自己的物業發維裏面的事情